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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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張綺老爺今天有六位結出的歌手呢 他們要來學習怎麼唱老歌 那他們學習的對象呢 好 我們先歡迎六位 你們好 歡迎 請你們一起跟群聚會時代的大哥 請張綺小姐打招呼 張綺姐來這邊 歡迎 張綺姐好 謝謝 張綺姐說他不太記得這幾個新人的名字 我也不記得 那個星光大道出來的舉手吧 好 張欣傑還有方又欣還有潘綺文 他們三位是星光大道這個節目出來的 是幾班的 你還知道幾班這件事喔 潘綺文是幾班 是一班 潘綺文是第一屆的 對 方又欣跟張欣傑 我們是四班 四班 對 OK 然後呢 另外有在內地非常厲害的 超女這個節目選拔出來的劉立揚 謝謝 歡迎 你剛才有人問我她是男生還是女生 我說當然是女生 你感覺是裝模擬也太濃了吧 對 那女生為什麼前面是平的 我說我也不知道 超女 我好會放冷箭在前面上 真的 就是我來自那個賭場的朋友 是 超女的那個 在內地影響力非常大 不得了 然後每一屆選出來都是很接觸的選手 羅美玲是哪裡來了 原住民歌手 對 我是 妳沒有參加過比賽吧 廣播的比賽 所以妳也是歌唱節目出身的嗎 對 也不算啊 她算是歌唱比賽 是廣播的歌唱比賽 張綺姐唱歌那個時候 最有名的原住民 話說 雖然不是期末名初 但是是民國 那時候有名的原住民歌手嗎 那個時候早期 萬沙浪 萬沙浪 算是 她跟鄧麗君差不多同期 更早一點的 有一個叫 紫 紫家班 紫威傑的班底 對 紫蘭 紫蘭 還有一個紫茜 OK 他們都有原住民學童 妳會發音嗎 紫蘭跟紫茜 紫蘭 紫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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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她學童還要公開 茜你 還有一位大哥手 我沒有介紹給妳介紹 台灣非常有名的美聲男子 我個人也覺得她唱歌非常好聽 謝謝 林志倩老師 對 她不聽 好聽 從優格里林的時候 我們家就有兩個粉絲 今天交代我要照片 可是妳要小心 我覺得她比較喜歡 穿插她的歌聲 在任何一個空檔 妳看我看她嘴巴 又跟她要照片 交代我要照片 交代我要照片 可是 她那時候很講究咬字 跟那個口腔的形狀 對 平行會的歌星一定要沒有字幕 你要觀眾知道妳在唱什麼 這個要求很嚴 對 非常嚴 不過林志倩今天跟其他 心境歌手一起 稍微有委屈一點對不對 會不會不開心 不會啊 其實我算是 說老實話說 老歌對他們來講有點太沉重 因為基本上 以我的歌來講 那他們兩個就已經是老歌了 對 所以要再往前去推的話 我覺得算 聽一下他們心目中老歌的定義 其實可能妳跟張琦姐會嚇到 不一樣 對 蔡英文講一個妳在 參加超級星光大道的時候 妳唱那首歌 然後就覺得說 我在唱老歌 這是老歌這樣 老歌啊 對 可能是 董安哥的《忘不了》 大概那個時候 董安哥是老歌了 所以不一樣 忘不了 是這個嗎 不是 忘不了你的淚 那個算是中進代的吧 我了解為什麼 林志倩隨時常會唱歌 因為你都唱錯了 他都會揪著 這個就是媽媽 第一個 忘不了 忘不了 跟這個小鮮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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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